来 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 杨海春 男31岁天津人 西安交通大学 自考本科 金融学专业 大家好 我是杨海春 是一个爱折腾有想法的天津人 毕业之间先后从事两类型的工作 先后辗转天津 北京 上海 有过近五年的建筑工程 总驻互联网有限公司 董毕的工作经验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寻找一份企业独密 获总驻 相关岗位 谢谢大家 看你这经历 你是总驻 董毕专业部 其实今天我来 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因为之前也是咱们节目的老粉了 之所以今天来报名 也是说我在网上 看了比较有争议的节目 谁跟谁争啊 肯定是李浩阳嘛 肯定有李浩阳 对不对 我今天之所以来 也是首先要表达一下 对丽总的一个景仰和钦佩 我觉得丽总有句话说得特别好 就是说选手来 就是为让大伙 让这个老板们拍的 如果你拍就 我把我的基金试验出来 那我就行 如果不行我就走 你知道为什么 丽浩阳如此生猛 这个我确实不太了解他 他内心痛苦 挣扎 他有好多东西 发挥不出来 你知道 他需要以这种方式 来表达出来 所以很多选手 不要去怪丽浩阳 他不是针对于你 他实在是心里面的苦闷 无处发泄 所以他时不时的 向我们扔向炸弹 我们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原谅这样一个 在心情当中 时常落寞挣扎的一个人 对不对 我们不要计较 我老师都该把我说哭了 对我们不要计较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不不 反过来 可怜之人也有可恨之处 你的一直以来 你是在小型企业 做总助和董密 今天来应聘的 也是总助和董密 对 刚刚入职助理的时候 多少钱一个月 那个时候 当时我 因为我入职的时候 才四千多 那三年之后 你走之前是多少钱 走之前将近八千 那咋走了呢 当时这个 当时母亲病逝了 当时我觉得自己天塌了 然后父亲也病逝了 主要就是一个精神支柱 就是我觉得我在外边 我比同类型的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我都比他 我不比他们差 然后当时我觉得 我最后一个月的时候 我请假 我陪了他十五天 那通过多久你走出来 又再次去工作呢 将近半年吧 半年之后 我看这上面 你是来了北京 来了北京 好像做的又是董事长秘书 这个时候我要 真的要感谢一下 咱那个节目 那阵互联网特别赚钱 我就想去做互联网 当时我就觉得 我没有去做过互联网 别人怎么会要我呢 我想因为咱们 已经从一一年到一五年 已经这么多期了 有很多的选手来这场去求职 然后我就去做总结 我就去做总结 我说这个岗位 需要老板们 看上他有哪些能力 我具备怎样的能力 是否与这个匹配 也不是追着这个岗泽来说 然后这样我就找到了 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去一个将近七十多个人公司 做一个CEO助理 我觉得海车其实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 他把每一期里面的一些关键点 他都有这个记录下来 包括怎么样去做一些销售的总监 他都要去做笔记 那位是 我是他二姐 涂雷老师好 您是他二姐 对 第一次听见带姐 在工作上他是特别努力 平时在家里边 他也是一个特别懂事的 而且是一个特别好学的 好学的人 而且他也特别孝顺 那个缺点 太孝顺 在我眼里 他也没有什么缺点 唯一的缺点就是脾气大点有点倦 这也是可以改进的 可以改的 其实上台之前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你不要去说这些优点 我说我今天来就是说 别的老板 你一本正经干什么 你姐说你优点咋错了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呢 我还是有一点紧张的 不用紧张 姐姐在也不用紧张 你刚才说到来北京做了董秘 刚后面你这个简历上行 你又去了上海 对 上海工作了几年 工作了两年半 那现在怎么又要回来了呢 回来就是我在 在18年10月份的时候 跟我上海的女友散了 你女朋友怎么跟你散了 她还是想着觉得趋于安稳 但是我确实给不了她未来 那你这次应聘 你要求在的地点是 我这次要求的地点是北京上海 我这里上面写 在北京的一家公司 也做过信托经理 我目前还是半离职状 因为这个工作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它也是央起世界无外强 就是因为就是 我和部门总之间 可能有一些分歧和矛盾吧 我一直惯成 你一人不用 用人不赢 那你觉得我不合适 那我就辞职就好了 你有没有其他的总结的 这个原因 我觉得已经不必要 再去纠结这些吧 我既然决定 已经在这样的机构出来 我就是想去一些企业 为我的结果负责 这就是为我 我自己要证明 我再去纠结这事 我一直和他过去 没什么意义啊 这孩子确实有 他解释那个问题 但是人是个耿直人 确实是有点 降有点直 你承认吗 我承认 就即便这件事情 你是反思的 其实你还是有些 想不通的 我承认 你要求这次应聘的 董秘和总助啊 你的薪酬最低不低于多少 我的那个期望薪则是两万五 来 第一轮选择去回来 还有七盏灯 天生没有才 刚才有人说你是个耿直货 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 性格 我觉得性格还是比较刚强吧 刚强 对 假如你将来找一个配偶 他比你有钱 你能接受吗 应该不是什么 应该会接受吧 如果他们家是一个 很富有的家业 需要你为他的家庭进行工作 去到他们的家族产业工作 你能接受吗 这方面我觉得我可能接受不了 我不想就是 引起一些这些嫌疑碎 这种事呢 我其实内心是排斥的 我还是想证明自己吧 他希望得到认同 而且他特别希望能够证明自己 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这个问题就抛给你们 我估计潮汐会接受的吧 我何尚何止是不可以 简直是太好了 有没有证明 没有感应 还没有 但丽浩阳肯定不会 你绝对不能接受吧 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要自己闯出一片天 那你们俩肯定是互相鄙视的 对 是的 等会儿等会儿 你们俩中间还以我 特别鄙视 等会儿我在他们俩中间 你是怎样的 我年轻的时候 跟他是一样的 就是绝对要证明 年纪大了 骨头软了 对 对 过了三十以后 我觉得 其实奋斗不也挺苦的吧 干嘛要对吧 其实的话 不衡 我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 但是的话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 我一定不能接受 那个时候 我也会去想尽一切办法 去证明自己 但是的话 我觉得那是一种 不成熟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 只是为了证明而证明 然后给自己寻找一条 非常困难的路 其实我是同意库尔特的 这个意见 因为这个 这种方式 无疑它是双赢的 但同时 能够想到这一点 接受这一点 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心态 对自己有情绪的认知和肯定 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所在 我在哪儿 我都能认到我自己的价值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也是 浩阳做不到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说这个 都是这样说话 不腰疼 我觉得 尤其是刚刚库尔特说的 你们太这样说话 不腰疼了 因为你们都是证明过自己 而对他来讲 我觉得其实他目前的 所有的职场经历 都是不那么满意的 你现在给自己定位是懂命 那你确实也懂得 这方面的知识 其实你是合格的一个 在这个领域里边 可以走的新人 对吧 所以你觉得他要调新是吧 对 要调多少 你觉得你会接受 八九千到一万左右 我不愿意 最低两万 第二轮选 继续合理 其实海春挺可惜的 就是你真的是我特别看好的 对吧 既有性格 又骨气 又既有能力 又经验的一个孩子 我觉得你现在呢 有两种选择特别好 第一个呢 是去比我们台上的企业 小很多的企业 我觉得你是能拿到 两万多的这个工资 跟着企业一起成长 要不然呢 你是在一个大平台里边 做一个相对更小的岗位 那么更好的券商里边 然后呢 你经历更多的企业 看到更多企业的上市 你有了丰富的阅历 再来找我们 后面的话 我也会继续往这方向去 深度地钻研 包括考证也好 或者一些其他技能方面的 一些提升 我都会去努力的 好 谢谢你 再见 谢谢你